大家好,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韩国悬疑剧,失踪他们存在过第三集的故事。 上集我们讲到在武昌高速道路开工现场发现一具尸骨。 金旭不相信,自己在村庄的所见,都是亡灵,将明镜涉嫌杀害金美玉,被警方逮捕。 上集让捕刑警收为美玉的案子,让申刑警协助失踪专案组,寻找何难。 金旭去派出所报案,金旭讲述自己经历,可白警官不相信金旭说的话。 金旭怕被仇家追杀,睡在带有监控的南国家。 申刑警和白警官去河内家里,寻找何难失踪的线索。 老张一直默默为那些含冤死去的亡魂寻找尸骸,替他们寻找杀害凶手,完成亡魂的心愿。 河内失踪十天的尸体被找到,作案人是河内的继父安真浩。 安真浩已被警察抓捕。 这集我们讲到一个大黑箱子被丢进水里,紧接着被绑架的女子来到亡灵村。 来接她的是黄毛,她以为黄毛和绑匪是一伙的,吓得赶忙逃跑。 黄毛追上来给她介绍了一下这里,她不相信自己死了,黄毛把她带到一座房子。 原本空空如也的房子,突然变出了很多东西,而且和她家一模一样。 黄毛说,这都是她记忆中的东西。 从家里的照片得知,原来她就是申刑警的未婚妻,难怪看到申刑警后那么激动。 可惜申刑警看不到她,车穿过身体扬长而去。 她跪坐在地痛哭流涕,金旭回去后打听她的情况,原来她叫丽娜。 和金旭同一天来的,金旭只看到丽娜被绑架,至于被带到了哪里就不清楚了。 她也是因为这件事才来到这里的,看来必须得管一管了。 丽娜准备去咖啡店面试工作主要是想逃出去,因为咖啡店里有通往这村子的门。 她还是不相信自己死了能吃,能喝,能笑能哭,还能感觉到心跳和活着没什么两样。 金旭问她想怎么逃,她也不知道,总之得先研究那扇门。 既然有进来的门,肯定也有出去的门。 金旭也终于问到重点,你最后的记忆是什么? 丽娜说那天有人敲门,她以为是送快递的。 开门却是一帮陌生人,然后就被迷晕过来了,醒来后就在车里了,因为害怕就装作没醒,等车停了才逃跑。 可惜又被抓了回来,然后就来到了这里。 金旭大概了解了情况,她让钟雅查一下丽娜的信息。 另一边老张在给伙计讲究和那的过程,说起孩子这个话题,俩人都特别揪心。 和那那么可怜当妈的,肯定更难受。 还好结局不错,和那去了更好的地方,也算是了缺一桩心事。 别看老张五大三粗的,孩子可是她心里最柔软的地方。 她很羡慕和那妈至少和那妈能抱着孩子。 而她连孩子在哪都不知道。 晚上一小伙听着歌走路,身后来辆摩托车,她当场被杀害。 警方火速赶往现场,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,会引起恐慌的。 看现场相是抢劫。 但却没拿走钱包,也没拿走手机。 被害人是报社记者,难道是得罪了什么人? 他们想破脑袋也猜不出来凶手的目的竟然是头发。 而主谋正是追杀金序的绑匪。 记者和丽娜都遇害了,难过就是下一个。 身刑警没查到什么线索,记者周围的人都没嫌疑,通过查看通话记录,竟然给丽娜打过电话。 身刑警赶忙联系丽娜,可丽娜的手机处于关机。 金序准备去丽娜家看看,结果身刑警在门口,她躲了起来暗中观察。 身刑警找来开锁师傅,丽娜已经一周没联系她了,必须得进去看看。 她开始回想,丽娜一个月前辞职在家筹备婚礼。 她工作太忙,根本没时间管这些事,丽娜是孤儿,她妈一直不同意。 为了这事,她不知道和母亲与丽娜吵了多少回。 看了监控,丽娜7号回过家,8号监控坏了就再没出现过。 看样子是8号失踪的。 另一边老张在街上发传单,路人不但扔了传单,还糟蹋老张寻孩的心。 老张平常不找尸体的时候就找自己的女儿。 很多年了可还是毫无音讯,老张一直没有放弃因为她那执着的心。 夜晚,平静的亡灵村传来一声尖叫。 有人在耍流氓,流氓没耍成便开始用刀子伤人,因为害怕就开始逃跑。 被害人躺在冰冷的地上,嘴里发出微弱的求救声。 咖啡店打烊后大家在这里安慰被害人,身上的伤口已经愈合,但心里的伤口难以愈合。 老张和金旭来了,黄毛带他们出去说,金旭没想到这么美丽的地方居然也有这么凶恶的事。 老张也是第一次遇到,当务之急是把流氓控制起来避免出现更多被害人。 金旭突然想起了丽娜说过在村子里转转找找出口,可不巧被流氓打住了。 金旭去敲丽娜的门没人开,她转身寻找丽娜的身影,在旁边的草丛里发现了丽娜被流氓羞辱。 金旭一把推开和流氓扭打在一起,让丽娜去喊人,流氓把刀插进金旭的身体。 但鬼伤不了人,流氓只能挨打。 金旭揍了一顿就把人放了。 丽娜带人赶到金旭说人已经跑了,没抓住。 她撒谎是因为不能让别人知道她是人。 丽娜对她表示感谢,金旭说以后注意安全就行。 从两人闲聊中金旭得知她三周后结婚。 这可怎么办?该怎么告诉她真相呢? 把丽娜送回家后,金旭来到咖啡店,用黄毛的手拿到刀刺自己。 果然没事,她这才相信鬼真的伤不了人。 黄毛已经查到流氓的身份了,幸于两天前来到这里。 想让她消失的话,只有找到她的身体。 这段时间老张会和伙计轮流值班,确保大家的安全。 伙计已经是刑警,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。 老张还跟她学了不少本事呢。 黄毛记得与流氓脚上有个东西,画出来一看,这不电子脚铐吗? 原来是个惯犯,得赶紧把人弄走。 那边身刑警头都大了。 把记者的通话记录挨个打一遍,只有两个人联系不上,一个是历内,一个是南国。 天亮后金旭开始干活,得先把与流氓送走,确保村子里的和平。 查资料的时候,身刑警来找南国。 金旭说南国在休假联系不上很正常。 至于他俩的关系吗? 一个孤儿院长大的,不是亲兄弟胜是亲兄弟,问身刑警找南国干嘛。 身刑警说要确定他是嫌疑人还是被害人。 金旭让身刑警别瞎折腾,有那时间去抓抓绑匪吧。 身刑警走后金旭前往南国家,绑匪在南国家门口转悠。 但不知道是在找他还是在找南国。 他报警说这里有人闹事,然后戴上帽子口罩,给绑匪车上装了个定位器,结果刚装好,就被发现了一阵撕扯中。 绑匪认出了他,还好警察来得及时,他逃脱了。 绑匪与老大汇报,没找到南国。 此时南国正在钓鱼,金旭给他打个电话,问他最近有没有发生奇怪的事。 奇怪的是,那就是孤儿院的朋友联系过他,不是和金旭一起长大的孤儿院,是之前待过的孤儿院。 有二十年没联系过了,倒是挺意外的。 两人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,继续去村里转悠。 看到黄毛化的通缉令后,笑了出来。 小胖子在和俊秀玩,俊秀是暴躁女人的孩子。 对金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,金旭本想问问怎么回事。 结果却被暴躁女人撞飞。 这女人是真狠了,真惹不起。 找黄毛打听了一下,原来俊秀看到陌生男人就会害怕。 而那个暴躁女人和俊秀也不是亲母子。 不久后,金旭接到中亚的电话,与流氓的资料也整理完毕。 中亚要亲自送过来。 金旭吓了一跳,赶忙开车去接。 老张有幸蹭了一次车,他今天穿得很正式。 金旭调侃,他是进城找女人了。 另一边,身刑警找到一条线索。 记者,丽娜,南国,三人都在绿光孤儿院待过。 巧了,他妈曾是绿光孤儿院的副院长。 当年绿光孤儿院发生火灾,只有三个孩子活了下来。 一个是门牙掉落的记者,一个是外号尿床轨的南国,一个是丽娜。 他妈反对她的婚事是因为早就认出了丽娜。 还没等她询问当年的事,就收到了南国出现的消息。 与此同时,金旭接上中亚。 看了眼手机上的位置提示,他立刻改变方向,然后毫不犹豫地报警。 说有小混混闹事,报的是手机上显示的地址。 他为啥这么着急,因为手机显示的是绑匪的位置,而南国就在那里。 南国看到绑匪后躲了起来,绑匪还没来得及追,就被警察拦住了。 南国立刻开车逃跑,绑匪把警察打发走后赶忙去追,身刑警也在往这边赶。 他有必须见南国的理由。 二十年前,绿光孤儿院发生火灾事故,只有因感冒去医院治疗的三个孩子活了下来。 后来各自转到不同的孤儿院,他们就是记者,丽娜,南国。 记者已死,丽娜下落不明。 所以南国是他唯一的希望。 南国只知道,好他也不清楚绑匪为啥追他。 好不容易甩掉绑匪,终于能松口气了,给金旭打个电话。 金旭说绑匪正在掉头赶紧跑,南国一看没追上来啊。 结果南国就发生了交通事故,身刑警第一个到达现场,他以为只是普通的交通事故。 结果下车一看,既然是南国,而且已经没救了,周围没有监控,行车记录仪也被拿走了。 记者和南国已经遇害,丽娜还会远了。 殊不知,丽娜在南国之前就遇害了。 金旭和中亚来到现场,老张跟在后面,两人无法接受南国去世的事实。 尤其是金旭他和南国一起长大,比亲兄弟还亲,中亚也不好受,三人感情深厚。 南国走得太突然了,身刑警和老张在一旁不知如何安慰,失踪第三集的故事到底就结束了。 当年的火灾事故肯定不简单,孤儿院的幸存者接连出世。 这算是赶尽杀绝了吧,但理由是什么呢? 二十年来,平安无事,突然之间就开始追杀。 丽娜不知道原因,南国也不知道,两人都接过记者的电话,看来是记者发现了什么。 南国走得太过突然,金旭这下算是跟绑匪杠上了。 失踪他们存在过第三集的故事。 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们下集再见。